各位節風暴消息 8號東南列風或部封信號仍然生效 鐵文台考慮在接近5、6點的時候 改發3號強風訊號 下午4點強烈熱帶風暴 北面就集計香港以西南偏西大約180公里 就以時速18公里向西北偏西的方向移動 逐漸就遠離香港 我們考慮在今天下午大概5、6點的時分 將8號列風訊號以3號強風訊號來取代 在過去一兩個小時 在赤立角的風已經明顯改變了方向 現在受到普遍偏強的強勁的東南風 影響著國際機場 由於東南風是屬於一個所謂側風的現象 所以對航機的升降是有一定的影響 在這樣的情況下 可能部分航班會取消 如果大家市民是有需要離港 搭飛機離港的話 請大家查詢你們的航班 鐵文台預測機場附近 會持續出現強勁的陣風 對航班民族會構成影響 國泰航空和港龍航空多班機都要取消 兩間航空公司在下午4點至8點 會暫停所有航班服務 其中港龍22班的航班會取消 旅客可以致電3193-2000查詢 而國泰7班機會延遲到午夜至起飛 中文的熱線是2747-8888 而英文是2747-8999 記者彭國柱現在在機場的離境大堂 彭國柱最新的航班延誤情況是怎樣 周家儀根據這個機管局的數字顯示 現在至少有136班的航班是要延遲的 有13班是要取消 另外有兩班是需要轉飛 至於接下來有多少班的航班取消 或者延遍的話就暫時未知道 至於現在在機場方面都有不少的旅客 就留在這裡要等最新航班的消息 他們都要等航班公司通知 他們的航班是何時可以上機 剛才我們看過航班顯示屏 在4點打後有多班飛機已經顯示了取消 不過進一步的數字是怎樣就未知道 暫時知道在國泰方面 有至少7班的飛機是需要延遍到凌晨 機管局再次呼籲旅客 如果需要出發的話 最好之前先聯絡航空公司 看看有沒有延遍或者最新安排是怎樣 這裡的報道是這麼多 先進行交給周佳儀 謝謝你 在陸路交通方面 大部分的巴士路線也都暫停服務 而港鐵東鐵線的尖東至諾馬州站 和輕鐵列車服務維持15分鐘的班車 機場快線10分鐘一班 其餘的列車服務維持10分鐘一班 香港公開大學宣佈 原定夜晚舉行的導收貨取消 另外職業訓練局就宣佈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香港資專設計學院 工商資訊學院和青年學院 所有訓練和發展中心的夜間課堂 也都會停課的 這次的風暴宣佈消息 說到這裡 有最新的情報報道 大家報道 有最新的情報報道 有最新的情報報道